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姑娘 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位老嘉宾 但是好像大家印象不会特别深 我印象当中就来了几期 人称岔路河的王大花 掌声有请王大花 这是我的妈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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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王静婷 今年22岁 来自吉林永吉查洛河镇 我的爱情宣言是结婚 我坚决不当家 我对象也不能有个当家的妈 好 好 你好 你好 燕子姐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 老王想起来没 王静婷 对 那怎么就王大花了呢 真奇怪了 特别能花钱嘛 你原来是站到 站到好像是站到8号的位置 对8号位置 是吗 你站几期 站了4期 你家里人说没说站这4期 啥表现呢说没说 太完蛋了 打开了一个镜头没有 为啥一个镜头没有 站了4期 你说说大话 就是也是第一次来嘛 太紧张了 就光卖单了 就光看别人说了 自己啥也没说 对 所以镜头就给不到咱们 对 就唯一说了一次 还被9号给我锁了 还给我剪掉了 王彦潮 对 就比较记仇 记得我吗 忘了 所以你今天灭的就是他的等是吗 对 特别记仇 那当时咋说呢 你让他回忆回忆 他说我头发太廉价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记头 我就特意来的翻选 我就必须灭他 然后我希望在导演组 不要给他任何镜头 我不希望很多年以后 我看爱奇艺 观看一下我来全程周练的经历 然后镜头里面会出现他 好 好 好 大花啊 那按你的说法 你这个关节每次到王彦潮那 我们就挡着马赛克 对 哎呀 然后多给1号镜头 我想看1号帅哥来一杯 来一杯 好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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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红酒哥啊 你不问问那个大花 是为啥灭你灯吗 这就是因为我早就帅才灭你灯 我就想看你喝酒 抓铁了老师 不是 什么老铁啊 都知道 现在都已经知道 红酒哥是被灭必喝一杯酒 啊 那来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小伙 对谁印象最好 选一中人 来看一下王大花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静婷 家是吉林永吉岔路河的 现在在开一家活动品店 虽然现在我过得还不错 但是这些都是我爸给的 这个店 也是我爸给我托的 我从小就挺能花的 家里条件也好 我爸的化妆品店 再差了后是数一数二的 店里面光导购员就六七个 一年挣多少钱的也不告诉我 反正也不少认 我在当地还有一个小名叫王大花 花是花钱的花 就因为咱家有着条件 我现在开的车也是我爸给我买的 他自己换个更好的 但平时也都是给我开 我从小就挺能花钱的 然后就有的时候 一想要的一些玩具啊 衣服啊 我爸都会尽我最大的可能性 给我买回来 平时就是喜欢买买衣服啊 买买包 然后因为店里比较忙嘛 有的时候就回来 就买完衣服 铁囊上也不收拾 就觉得衣服都没穿过 吊牌都没摘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然后衣服挺多的 家里边都会堆不下了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现在我的花囊品贴 一年也能挣十来万吧 平时店里 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的 而且有时候 我还帮我爸打理打理店 虽然我家条件现在还不错 但是我的择偶标准并不高 小伙不用有房有缺 只要有上迷信就行 咱家有个条件 咱们一起干 10号 郭欣 我们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点 他总强调他家有这个条件 这也不是我能选择的呀 郭欣啊 如果对象家有钱条件好一点 这不更好吗 他家现在有钱 他想买啥买啥 想花钱就扛他就花 然后都结婚的时候 他还能一直花他家钱吗 不得我俩 我俩努力挣钱花吗 他要是还是这种大手大脚的感觉 我养不起 你是怕老丈人能扛得住 到你这儿了 你扛不住是不是 扛不住 咱家不说了吧 人自己能挣 他能挣 我能让他出去挣钱去吗 咱老爷们咱不得挣钱养媳妇吗 你啊